叙利亚因长期的内战 不仅让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连动物们也流离失损 一名喜爱动物的叙利亚男子 不忍心看到动物们 遭受饥饿与疾病的痛苦 自己建立一个动物收容所 他的梦想是打造一个动物园 让更多民众看到动物可爱的一面 男子隔着铁笼 一边摸着公狮的鼻子 一边叫着狮子的小鸣 接着到另一个房间与母狮玩耍 很难想象又凶猛性格的狮子 居然这么温馴 还会跟男子撒娇 就像他饲养的大猫咪一样 这是萨米尔胡姆西 在叙利亚大马士阁郊区 建立的动物收容所 他对动物的爱 促使他打造一个动物家园 这个动物收容所 是一栋两层楼高的建筑 饲养约37种动物 除了有狮子 老虎这些凶猛动物 还有熊 绵羊 狗狗 连飞行的鸟类也生活在这里 胡姆西的梦想是打造一个动物园 让动物们有一个安全卫生的安身之地 胡姆西希望借由他自身的经验 重新建立动物园 并在有朝一日成为城市的景点 现在胡姆西的动物收容所 每天要花费194美元 将近新台币6千元 来照顾他饲养的动物们 虽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但他依然乐此不疲 我怎么回事 干杯 干杯